以為蹲不下去是青蛙汁的問題 一個嚴重到可以讓你免疫的疾病 這其實是個錯得離譜的觀念 哈囉大家好,我是Stan,這是StanGuts 前幾個禮拜因為縣市單單他們的亞洲蹲街坊影片 使亞洲蹲這個話題又再度的紅了起來 其實我覺得好像很多年前就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只是他每幾個月就再重新復活 再重新被翻出來討論一次 不過這次還蠻多人私訊問我了 所以我就讓大家統整一下 為什麼西方有沒有辦法做出亞洲蹲這個動作 那什麼是亞洲蹲呢? 其實就是亞洲人在雙腳五肩同寬的蹲下去時 可以讓你的腳跟是平貼體面的 但是西方好像在蹲下去之後 釣碼不是跌倒 另外就是腳跟會墊起來 變成墊腳尖這樣的動作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在2009年的時候 袁平穎又是這樣子 有一位日本的教授 他找了他71位學生 做亞洲蹲這個動作 其中發現有55位學生可以做出完美的亞洲蹲 而剩下的16位 他們釣碼就是蹲下去會跌倒 要是蹲下去的時候腳跟要墊起來 就跟西方人一樣 因此研究就開始試著 從各種下肢的關節活動度 還有肌肉軟度的測試 總共五項 來看說是哪一項跟你有沒辦法 亞洲蹲是最有相關性的 結果在這五項的測試當中 令人驚訝了 只有一項是有顯著相關的 那就是腳後隔那邊的肌肉軟度測試 也就是說你拉起體時間 這一段要是不夠柔軟 太緊繃而難以被拉伸的話 就會讓你沒辦法做亞洲蹲這個動作 其實這也還蠻合理的 西方人他們在蹲的時候 他們如果硬要蹲的話 就會變成腳尖墊起來這樣子 而這個也就是 避免你腳後隔過去 過度拉伸的一個代償動作 但這個研究的收視者 都還是亞洲人 所以也沒辦法確定說 西方人他們蹲不下去的原因 是不是就是阿基里時間 太緊的關係而已 真的要證明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那種跨國 跨種族的大事件 才會把他去證實吧 那一個說法是說 西方人他們平常就比較少在蹲 也沒有使用蹲似馬桶的習慣 所以他們腳後隔可能就因此了 比較沒有被拉伸過 就比較緊繃 而且其實西方人的小朋友 他們的肌肉比較柔軟的時候 他們還是都蹲得下去的 而且就算是已經成人了 他們也只要練習了一陣子之後 他們也是有辦法完成 亞洲蹲這個動作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應該就真的只是腳後隔 肌肉太緊的問題而已 但因此的同時呢 有許多許多台灣人 他們把沒有辦法腳跟平貼的這樣蹲下去 當成是一種病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青蛙汁 在大多數的國小、國中、高中的健康檢查裡面 都會有一項要小朋友們 雙腳並攏地蹲下去 看小朋友會不會跌倒 或是腳都沒有辦法填貼地面 如果你辦不到的話 就會被說可能有青蛙汁的問題 建議去診所做復檢 這就引起了學生還有家長們 極大的恐慌和誤解了 以為蹲不下去的是青蛙汁的問題 一個嚴重到可以讓你免疫的疾病 這其實是個錯得離譜的觀念 而且我覺得那些恐慌的人 大概也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青蛙汁吧 所謂的青蛙汁呢 其實學名是臀肌纖維化症 就是你的屁股這邊硬掉了整個軟縮在一起 進了引起到你這邊髖關節的功能 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在民國五六十年代那個時候 小朋友只要發燒的時候 就會從屁股那邊注射退燒藥或是抗生素 但那個時代的藥品常常成分不了 都是有一大堆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打下去之後 屁股那邊的肌肉並變了整個軟縮了在一起 就變成臀肌纖維化症 那你現在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屁股在這個位置嘛 它要是軟縮在一起的話 它會導致我們腳有一個往外的力量 把你的大腿股往外拉出去 所以青蛙汁的主要症狀不是不能蹲 而是連坐著的時候他的腳都合不起來 會變腳開開的 也沒有辦法敲二郎腿 甚至他們在跑步的時候 會變成有點腳開開的樣子 像是站著的青蛙一樣 這些才算是典型的青蛙汁症狀 而且它實際要做測試的話 是要躺在床上去做測試的 所以學校那邊才會轉轉到診所這邊去做檢查 看是不是真的有青蛙汁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 雖然民國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很常見 但是現在由於退潮的藥物都是改用口服 或是鋼塞的方式 而且現在的藥物都有嚴格的把關 比起前好上非常的多 所以青蛙汁這個問題 早就已經不再那麼盛行了 甚至是說是少數少數的案例 它並不是什麼遺傳性的疾病 你現在可能都不太找得到它了 所以你平常都是跑步起來很正常 平常也常常敲狼腿 坐著的時候腳可以合得起來 你只是單純不能蹲下去而已 你有蹲去困難這個問題而已 要嘛就是你有外國血統 要嘛就是你腳後根太緊了而已 所以我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小朋友在學校那邊檢查完 蹲不下去後 就到城市那邊做膚檢嘛 這樣就憂心通通說 它是不是真的就是 青蛙汁以後會長短腳 是不是很多的問題 一副要世界末日的樣子 老實說呢 蹲不下去真的 不代表什麼任何的疾病 你看西方的每個人都蹲不下去 你總不可能說他們全部都有問題吧 它只是代表說 有一條肌肉就緊而已 單純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希望大家觀念 可以再重新的更新一下啦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unders Sunders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